来看看歌舞片《黄金时代》 顶流女明星的华丽舞群 如果说奥戴利赫本的一生 没有穿过一件丑的戏服 那么丽塔海华斯的一生 就没有穿过一条丑的舞群 这位出身舞蹈世家的女演员 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 凭借自身自信又优雅的舞步 在歌舞片《鼎盛年代》混得风生水起 并成为了那个时代 永不可磨灭的性感符号 让无数男人都为之疯狂 也让无数女孩子们都争相魔法 就连玛丽连梦露和麦当尼 都是丽塔海华斯的崇拜者 但与梦露娇憨外放的性感不同 丽塔海华斯的性感 则通过迷人的舞步散发出来 尽管舞姿没有搔手弄姿 身着的舞群 也没有设计得很漏肤 但自然而然散发的性感魅力 总是让人无比的着迷 并且她的舞步 还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热情 每时每刻都表现得很自信 好像看她跳舞 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很美好一样 即使她的长相并不符合大众的审美 但当她旋转起舞的时候 却让人忍不住一看再看 今天要讲的服饰作品 是丽塔海华斯 1942年主演的《不是冤假不剧透》 这部以十九世纪末 为时间背景的歌舞片 丽塔海华斯的每一条舞裙 是女孩子们都想拥有的漂亮裙子 她在第一支舞曲中 穿了一条亮晶晶的粉色裙子 要戴款式的舞裙 有着非常银润的高光 上半身和臀胯 裁剪得极度修身 但装饰了褶皱花边的鱼尾裙摆 却做得很飘逸很蓬松 在旋转舞步的时候 鱼尾裙摆飞扬起来的形状 特别的好看 为了让这条舞裙 更有舞台的表现力 丽塔还披了一条青纱拼接毛绒制作的批薄 尽管批薄很宽大 但丝毫没有影响丽塔舞姿的发挥 色彩和面料的搭配 还呼应了头上的毛绒头饰 丽塔第二套好看的舞裙 是这条银蓝色的亮片舞裙 裙摆是巴斯尔裙的样式 后腰处 用层层薄砂 堆叠出了巴斯尔裙的翘臀裙摆 长长的脱鞠 用一根断带系在手腕上 当丽塔翩天起舞的时候 裙摆会随着手臂的动作飞舞起来 让舞姿更有视觉的感染力 那一顶银色的宽颠帽子 装点了粉粉嫩嫩的毛绒 虽然阔形很浮夸 但与银蓝色的舞裙组合在一起 无论配色还是款式的设计 都融合的浑然一体 让舞蹈的画面极度的养眼 丽塔的第三条舞裙的设计 与第二条有着一曲同工之处 都是亮片吊带裙的款式 但蛋糕样式的裙摆 却采用了前短后长的设计 可以看到丽塔纤细又有力量的大长腿 整套舞裙 从头上的帽子到飘逸的裙摆 都装点了粉嫩的毛绒 让原本已经很华丽的裙子 更添了几分视觉的表现力 而影片里 我最喜欢的一条舞裙 是这条粉色印花的白裙 小V领的衣领 设计成了木耳边的款式 袖子是浮夸的泡泡袖 很有少女的感觉 下半身的裙摆 也是巴斯尔裙的款式 但长度没有极地 更方便舞蹈的动作 丽塔依然佩戴了一顶宽边的帽子 但款式和装饰都没有特别的浮夸 让着装显得清雅异常 在那场欢乐的海滨舞剧里 丽塔的舞裙特别的俏皮 泡泡袖的落肩短裙 搭配了一条可爱的恩隆短裤 裙子的后背 还装点了一个超大号的蝴蝶结 与头上的红色帽子 形成设计的呼应 黄与红的配色 让着装透露出浓郁的寡通气息 好像丽塔是从动漫里 走出来的小公主一样 舞台的背景 和群舞们身着的条纹有意 让这台海滨舞剧 极具情绪的感染力 除了华丽的舞裙 丽塔在影片里身着的礼服 同样凸显了着装的华丽感 她参加晚宴身着的黑色裙子 有着19世纪末 女装的时代特色 极力表现身形的S型曲线 抹胸款式的裙子 在领口和手臂 都覆盖了半透式的黑纱 让着装看起来更精致和典雅 设计师好像特别钟爱 各种毛绒的装饰 丽塔的头饰就是毛绒的材质 配色与裙子 形成视觉的反差感 类似风格的礼服 丽塔这条毛绒白裙 也用到了相同的设计 并且设计师 还把她钟爱的毛绒 装点到了极致 从头上的帽子 到肩膀上搭着的披薄 都是用毛绒的材料制作 虽然很浮夸 但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装饰设计 很容易凸显着装的华丽感 丽塔还有一条蓝色的洛肩礼裙 款式的设计要简约的多 没有拼接繁复的薄纱 也没有很浮夸的毛绒装饰 宝石项链和羽毛头饰 也做到了色系的统一 后世的皮草砍尖 也是低调的浅灰配色 却让着装不减一分奢华 比起丽塔的礼服 我其实更天爱女配 这条白色的礼裙 抹胸样式的裙子 用白纱打造出 优雅的落肩样式 裙身还用亮片 装点出闪电的折纹 使得全白色的裙子 也能彰显出华丽感 红宝石的珠宝配饰 恰到好处地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让着装的颜色搭配 看起来非常的高级 只是这么漂亮的舞裙 和这么奢华的礼服 多了辩解 却也让着装的风采 湿了几分颜色 那个歌舞篇的黄金时代 终究成了一段 蒙上尘埃的历史 那么利塔海华斯的华丽舞裙 你更喜欢哪一条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